所以在中國大陸所編的 《泰山感應篇》新證裡面 也有這樣的一個公案 他說 驅打成招最容易造成冤死 那麼當然現在的法律 是嚴禁用刑逼供 但是在解放前 解放前 應該是在1949年以前 解放前 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在杭州浙江省 省立第一示範學校 發生了私生中毒的慘案 經過公醫鑑定結果 是飲食中含有 披霜中毒所造成的 那時候該學校的學生叫 宜耀宏 他是負走學生自治會的伙食 經過刑警隊 認為他有嫌疑 而講了幾步 宜耀宏在刑警逼供之下 驅打成招 他自己 承認是在患中裡面 放屁霜的凶手 刑警就將 宜耀宏 移送法辦 檢栄官起訴 後來法院 受到刑警隊 供辭的影響 將宜耀宏判處死刑 宜耀宏不符上述 向法官說 他是被刑警 欺打成招 而受冤枉的經過 但是浙江高等法院 仍然將他判處死刑 宜耀宏在法庭上 力聲地對承辦法官說 這件事並不是我做的 你判我死刑 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果然 這個承辦的浙江高等法院 雄庭長 在宜耀宏執行 絞刑後半臉 忽然得疾病死掉 這是浙江司法界 所發生過的真實案例 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們看剛才 這個馬秉蘭的案例 還有前面有提過的 一臺隱恨就冤冤不熟 一定會因果報應的 這是真實公案